新要改革国民党的话 第一就是党产他必须要交代清楚 而不是自己去说我不领薪 就可以代表说我要正式面对国民党的党产包袱 第二就是说他现在找了很多 看起来是地方派系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派系又不真正代表他在地方 是可以领导整个地方的所有的意见的 所以他看得出来就是洪秀柱在整个立法院 至少立法院就是国民党在经过这次大海啸后 还选着上立委的 基本上这个地方组织够强了吧 结果这些人看起来是不太理洪秀柱 那洪秀柱只好自己到地方去 去找了立委可能选书还是地方的议员成级的人 来当做他的一个核心幕僚 可以看出洪秀柱基本上他现在的布局 还是为了之后国民党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分裂 内斗他必须要先巩固好他的一个领导核心 所以这些人未来可以预见的他跟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党团 他们应该会有很精彩的一番的一个作对厮杀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请教御仁兄 您看现在这个七个副秘书的名单能够起怎么样一个作用 是如易渝兄所讲的 这些是因为现在之前选举没有选上 成为未来储备的人选吗 还是有其他的 洪秀柱讲得非常清楚啊 当然就是要考虑到整个区域上的一个治理 以及整个功能性的安排嘛 各个县市北中南东都有 对 那所以他比如说东部这个嘉义的部分 那当然就找议长嘛 那当然南部地区我们国民党在南部地区都没有人当选立法委员了嘛 当然只好找有潜力的来当 这个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那所以当然把整个区域把它稳固之后 然后寻找一些人才然后重新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公布副民主党 其他的一级主管还没公布 我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占有一个角度 另外有关心智的部分 我可能要必须要跟大家来补充一下 这个也是国民党的包袱 这也是国民党的有情有义的地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在党国体制底下 为了要来招募到好的人才能够到党工作 所以他必须要比照 这个县市政府的一些主管的人才 要不然人家怎么到党 才能够到党里面来 这个事业过去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在地方 譬如说以我们嘉义来讲 当时的地方党部的水准大学毕业生 县政府都还没有全部大学毕业生 这过去是这样 那当然对于过去的这个 譬如说他比照部会首党级的 以目前来看这个很荒谬了 觉得不对 但是以过去的劳动条件 因为他是这样规定的 那洪修祖有想要来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是依于肯定 那现在上来了大家都志工嘛 都没有领解出 我看大概除了张亚萍 因为他有主发会主委 那杰富民事长他有一份薪水嘛 那其他都已经有薪水了 那就来担任志工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未来大概猪祖姐的表现 那值得大家期待了 并不是说这个当然 有人想说他不愿意参加 有人想要撤退 或者是以党的 我们这个在党团里面 你说要在设总招 那总是红秀柱本身就是立法院出来的 他知道立法院里面的 党的书记党大党兵小党兵 到底如何所运作 我觉得他不会去 去忤逆啊 应该说反而现在是合作的一个机会了 包括智库也要进来 包括党的自主 比如说立法院党团 大家要表现出一些 一些想法看法出来 因为只有你们有政治舞台嘛 党只是做你们的后援嘛 大家一起把他 所以他的用意是想要借由这样的做法 来结合起来 红秀柱是收拾残局的 未来他挑战的还很多了 那么大家会就也在讲说 如果这样子继续下来 持续的靠自己的话 是往这深的 中文字幕 út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